娃娃机店里少年原本抓着肚皮 结果踉枪一摔倒在地上 没有马上爬起来 反而是伸出左手往机台里一伸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直接拿出一盒公仔 画面定格再看一次 少年躺在地上靠着机台 左手放入娃娃机台里面 硬是偷走了机台里价值500元的公仔 接着丢给同行友人 手舞足道离开 还蛮夸张的 这样是不对的 得寿免前公仔三个少年 跑到路边嬉笑打闹 其中一位骑着机车 要离开 两位就在后头跟着 但就在下一秒 这位将手伸进机台的少年 跑回店里 对着牵视器出手挑衅 让目睹整个过程的两位少女 当场傻眼 当时少年就是锁定这一台 挡板可以向万分的机台 因此他的手可以轻易伸进去 所有的防御机制都是防军职而已 台主实在有够无奈 当初只是为了防止机台的电眼遭干扰 才将挡板调整方向 没想到却遇上调皮的少年 为了好玩偷走商品 小小年纪就要吃上一条 怯到罪 记者许志明林出发 新北市采访报道